台北燈節以翔湖駕駛飛天船登場 加上水火共舞聲光劇場 沿路花燈商圈優惠串聯兒童新樂園 台灣科學教育館天文科學教育館等周邊景點 九天來線上線下 共吸引600萬人次參觀 成功帶動地方人潮與買氣 來到現場有170萬 在網路上看有350萬 那之前這個廣告片 youtube加一加也有100萬 所以大概有600萬人次來看過這個市民燈節 那我想對於市民夜市他們就很明顯感受到 這麼很多年都沒有這麼多人 所以其實在未來的時間 市民北投科技延期也是地都好的 未來時間就陸陸續續再開發 可是再過幾年這附近會出現很多摩天大樓 會非常好 我覺得這個整個地面會改變 那這一次當然還是有些很特別的節目 包括那個太空槍 那個水火共舞 我想這是今年的亮點 那美濃公園跟雙區隔壁公園 也是在整修後第一次 剛以前大家也不太曉得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讓這個地方可以熱热起來 每年臺北燈節已成為在地一大盛事 在市府與各單位協伴下 帶給民眾歡樂與驚喜 曾家集團今年也不缺席 在燈節現場與民眾共享盛舉 那非常高興 我們士林的燈節是很圓滿的落幕 那中家寬明在這一次 也在台北市政府的一名之下 我參與這樣的一個燈節 我們從燈節的活動裡面看到 這個士林的夜市充滿了人潮 那為周邊的商家帶來相當的一個商機 那我們希望在未來的這個機會裡面 那中家寬平一樣能夠參與 這個市府的這樣的有益的活動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們 能在非常有活力的情況之下 來享受這樣子的一個生活 柯文哲也提到 接下來北義中心市營運 百周之夜也會持續為士林帶來更多的人 下一步台北燈節將慢慢炒向國際化發展 期盼更多國家來參加 記者温宇峻台北報導